我不知道我最近是怎麼了啦 三四年前開的那一次刀 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幾乎跟他們就 有時候連我都不見耶 我們其實非常沮喪 故障有跟我們聊過這件事情 他對你還有這些兄弟 他很抱歉 我希望你體諒我啦 然後我也很抱歉 那這件事情 你跟幾個兄弟有釋懷了嗎 沒有 因為覺得這個有點太故意了 對不起 藝人羅石峰日前邀請好友曾國成 來到Youtube頻道羅石峰D 到不務正夜擔任嘉賓 兩人在節目中 談到羅石峰自從生病後 就開始和朋友們保持距離 讓曾國成難過表示 我就覺得他遺棄了我們 羅石峰因此類撒現場 不停對兄弟們說對不起 因為我長輩員不錯 所以我跟羅媽媽很好 成哥的媽媽跟羅媽媽也很好 現在也是非常好 哇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連結 一直把對方放在心上 然後慢慢的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 後來我把幾個人兜在一塊 陳國華 他 我 然後再找個游鴻鳴 他剛好都認識 但是都沒有交集 然後我就把四個兜在一塊 變成客家四間客 你剛剛還說你不是三七啦 呃 哈哈哈 哈哈哈 因為三下不好聽 我是坎高 坎高 坎高 我是坎高 我是在50歲生日的時候 辦了這個生日趴 許下心願 每年的3月6號 三六計劃打三十六棟 高爾夫球 那個50歲生日那一次 因為他是1968年 然後他每一桌 放一瓶1968年的 威士忌 哇 陳毅十足 靠了1968耶 我為了蒐集那個 蒐集超過一年喔 一桌一瓶 我只喝到一個公杯 請問被人家幹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 這些客人 他也是做上賓啊 那你們相處的過程中 你們有吵架過嗎 沒有吧 那有沒有心聲借地 心裡有一些不舒服的 我們就趁今天把他說出來 你有 呃 要說有的話 我勸他不要這麼封閉自己 哦 我覺得大家很有能量 而且很有意思 我們就有各種各種的方式 就是為了讓彼此 增加更多更多難忘的回憶 我們會唱歌 然後我們會分享心情 不是只有風花雪月 在一起只是風花雪月的朋友 交不久啦 而且 這些朋友在一起 表面上好像吃吃喝喝很開心的 但是私底下 那種互相幫忙是 不用講的 我們有一次去 他苗栗巨蛋 我們給他一個surprise 嗯 可是我們幾個太明顯了 就被發現了 你知道嗎 因為幽默名太高了 哈哈哈 一走進來就看到了 哈哈哈 我好喜歡這個感覺 有一天他生了病以後 他就開始保持距離了 我就覺得他 嗯 他遺棄了我們 真的哦 我其實不是遺棄 我本來就是比較少接觸演藝圈的朋友 很難得有這麼交心的 然後他15年前 那時候其實我是算很低潮的時候 他那時候非常的紅 那一通電話 其實讓我非常的感動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最近是怎麼了 三四年前開的那一支刀 自從那一支之後 我就幾乎跟他們就 有時候連我都不見耶 他不想約 不想碰 對 然後我說那你不出來 我們到你家裡去好不好 他說這個 連這個都支支吾吾吾耶 我跟紅銘兩個就很沮喪 我們其實非常沮喪 對 找不到角度切入 不知道如何去 讓他把這個心情放開來 把那個門打開來 讓我們進來看看好不好 我想我應該有一天我就會突然就把心打開了 只是說可能現在目前就是覺得好像 可能其實鼓掌有跟我們聊過這件事情 他對你還有這些兄弟他很抱歉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真的交心的人 有多少不要說兩類插刀 那種無私的為他 我們只在乎我們在一起的情感 而且都是無條件的 不償私的為每一個兄弟 我希望你體諒我 然後我也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他變化太大了 他這個變化不太需要 他不應該 不應該這樣 那這件事情你跟幾個兄弟有釋懷了嗎 沒有 因為覺得這個有點太故意 他要不就把為難的地方讓我們能體會 不是不能溝通不是不能聊不能講 嗯 你當那種巨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然後只有我能跟他說幾句話 也只能說幾句話 連我都不能接觸他 其他怎麼辦 所以我們很無奈 好吧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換話題 對不起 第一輩 書 這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天我明天笑個起笑 心想死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